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9月2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節繼續跟大家揭露國際時事 昨天就是9月1日 晚上 加拿大時間晚上 我這邊就是凌晨時分 凌晨時分就是出席了錢志健先生 搞的世界香港論壇 這次 我們的環節也可以算得上是頗為成功 因為真的有機會詳細 正反真的嘗試去討論那件事 唯一比較辛苦的就是時間 以及 始終出席公開活動 多多少少 時間和預備 都會造成不少壓力 我們也希望這個世界香港論壇 真的能夠成功 我們昨天的經驗 開始 可能真的要重新思考 可能真的有很多人 其實對 你想主張去搞那件事 有很多很多誤解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可能有需要 要再更加多 良性溝通才行 大家聽到我們這個節目 也會知道 我們一直都是認為 議會是其中一種 是未來應該要做的方向 但是 並不等於 所有 等於 排除了其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用贊成這件事的角度 去繼續推動這件事 我們真的從未 反對其他 的方案 因為我們正正就是覺得 其實嘗試去搞 選舉 嘗試去搞議會 也正好如果能夠推動 其他 的光復工作 是有幫助的話 這件事絕對是一件好事 我們也會繼續跟進 看看能不能夠再抽到機會 再跟大家詳細 對著這個公眾的講解 我們回來研究了 這節要說的是芬蘭 芬蘭懷疑是找到這個 紅雀特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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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Sparrow 前蘇聯 的女間諜 蘇聯 還有現在的俄羅斯 其實也是非常出名 有大量 訓練出來的間諜 他們的間諜 是專門負責 對著 政要進行埋身 嘗試利用色友 成為 他們的另一半 這個特別在共產主義國家 是非常之盛產 這個叫做類間諜 只是看看 不要說蘇聯 只是看看當今的中國大陸 只是中國大陸的官場裏面 本身 已經包含著 大量的女高官 是透過出賣肉體 換取自己 的官位 所以這件事 近乎不正自明 根本 就是一定中國大陸今天 其實有大量 跟前蘇聯一樣 紅雀特工 這次發生 紅雀特工 間諜移雲的 是芬蘭 我們繼續在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由於我們受盡政治打壓 再一次把我們兩個頻道的 盈利模式停止 我們目前繼續 維持著免費廣播 昨天好夜才有機會 休息 其實我原本也打算今天要休息 但是 起了身後也是覺得 可以的就繼續做下去了 結果 繼續搜羅今天要講的話題 一樣是做回 平時的數量出來 不過接下來我可能真的要請假了 因為我可能是星期一早上 我本地時間 即是星期一的節目 可能 數量會下降 因為我那天有事要做 敬請大家注意 就是因為我知道星期一沒有空 所以今天 雖然昨晚非常夜睡 但是繼續跟大家做足今天節目 我們回來研究芬蘭 芬蘭這些就是北歐國家 北歐五國之一 芬蘭這些國家原本 在政治上是傾向中立 但是自從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之後 芬蘭也是 要求加入 北約 也正式 在2023年4月 正式芬蘭也加入北約 所以現在芬蘭 是隸屬於 北約的陣營裏面 換句話說其實 其實芬蘭原本 在政治上的傾向 是比較中立 包括 除了對俄羅斯 包括也對中國大陸 一定是傾向比較中立 但是由於 世界局勢變化 所以很多時候 局勢會變化 大家也 真的不要忘記 同樣地我們的政治看法也是 因為世界 會改變 人的看法是會改變 所以有時候我們過去一些政治主張 我們也真的要重新去看一看 看看到底 現在 那個主流 一般大眾的看法是怎樣的 這個 必須要 與時並進 芬蘭就很簡單了 由於受到中國大陸的威脅 還有俄羅斯直接 入侵 是烏克蘭 所影響 所以 芬蘭由原本一個政治傾向中立的國家 開始非常關注 安全 和情報 結果 安全和情報局 介入早前的財政部部長 普拉 任命 灰坑賣機 出任財政部 媒體關係顧問 事源就是他進行背景調查 發現 灰坑賣機 他的伴侶 牽涉著 中國籍的身份 導致任職取消 根據當地的媒體報導 他說 灰坑賣機是一個 芬蘭當地知名的記者和製片人 而他 和他中國籍的太太 在2011年在英國倫敦相識 在2013年 兩個人搬進芬蘭居住 然後他的太太 也獲得 芬蘭的國籍 他的太太 擁有中國公民的身份 也在2016年回到中國大陸 他的太太也保留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也說他在2017年 就是說要探望女兒 然後就再回到芬蘭 結果是導致 芬蘭的安全情報局 懷疑這個灰坑賣機 就是他的太太有間諜行為 當然了 目前沒有掌握他實質犯過甚麼事情 但是 就是一場懷疑間諜風波 因此也導致 到最終駁回了這個人士出任財政部 媒體關係顧問 這個職位 對於芬蘭來說 他說這件事 在當地本身相當罕見 從來沒有試過 就是有人 正式或者半正式 被公佈成為了部長的特別助理之後 再因為他的背景調查 通過不了 然後 被免除 在當地 是非常之少有發生 換句話說 今天的 芬蘭對於中國大陸 構成的威脅 很明顯跟以往的看法完全不相同 對中國大陸如此大的看法改變 的確是多得 2019年香港爆發時代革命 然後 有大規模的香港人受到政治迫害 再加上逃亡 令到全世界 關注中國大陸侵害人權的行為 再加上中國大陸 在俄烏戰爭後面 站在俄羅斯的後面 令到全世界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改變 這件事絕對是好事 因為我也相信中國大陸 一定是派出了大量的這些 就算這個人真的不是在 間諜學院訓練出來 但是最恐怖的是甚麼 就是這一群 叫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中國人 這群人就是有一個特質 就算他 本身真的不是間諜機構出身 他們也 會因為受到大內宣大外宣影響 是主動 要 申請報效祖國 所以這群人 就算真的不是從間諜機構 培訓出來也好 他們一樣有十足的誘因 做中國大陸的特務 這件事就是殺到芬蘭的財政部 證明芬蘭對中國大陸 現在也是 充滿防法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